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这腐朽的封建制度 遭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颠覆了 中国社会性质也从封建社会 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而从此中国人民遭受到了 外国列强的侵略苦不堪言 那时1894年 日本也加入到了侵略中国的队伍当中 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中日战争 最终中国战败 双方签订了极其不平等的马关条约 中国答应给日本赔偿大量白银跟领地 并保证日本在中国的利益 而通过战争获利的日本 通过在中国略逃的财产 赚足了发展经济的资本 从此日本经济是突飞蒙进 这甲午中日战争使中国受尽了屈辱 就这场战争大大加上了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由于巨额赔款 给中国百姓带来的极为沉重的负担 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 值得我们欣慰的是 在抗击日军过程中 涌现出了一批敢打敢拼 不畏强敌 甘愿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英雄们 在黄海海域阻击日军的邓世昌 那就是在这场战争当中 所涌现出来的一位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 邓世昌当时率领志远号船舰 在黄海海域阻击日军 由于当时那清朝部队的定远号和镇远号船舰 在黄海海战的前一天 就遭受到了日军的偷袭了 损毁相当严重 当第二天黄海海战正式打响之际 为了保护定远号和镇远号的安全 邓世昌所率领的志远号充当了此次海战的先锋 但由于这敌军的炮火太猛了 志远号也遭受到了严重损坏 而在这生死攸关之际 邓世昌决定用残破的舰船 冲击敌军的吉野号 企图跟敌人同归于尽呢 可是当志远号全力冲向敌军船舰那一刻 不幸被敌军猛烈而击中的炮火击中了 由于船体受损 不堪重负 最终导致志远号缠没 邓世昌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中国军人的荣誉 后世对他的赞誉始终是不绝于耳 后来光绪皇帝为了纪念他 特地追封他为太子少保 可见光绪皇帝对于邓世昌的认可 但是邓世昌的死因究竟是被炸死的 还是另有隐情呢 历史上对此展开了一番讨论了 有人认为邓世昌之死 是被日军吉野号的炮火炸死的 当时日军的炮火过于密集 吉野号不堪重负 最终沉默 邓世昌是被炸死之后随船一起沉没的 另外一种观点是说 邓世昌跳海之后依然活着 但是看到志远号已经沉没 所以决心和船舰同进退 在士兵力圈之下 邓世昌依然放弃了生存机会 随着志远号一起沉入海底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观点是说 当时邓世昌是志远号最高指挥者 在船上的位置是很适合掩蔽的 当邓世昌看见自己船舰上的官兵们 大部分已经阵亡大势一续 于是伴随志远号熊熊大火 这心灰意冷 跳入江中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了 那这也是关于邓世昌 真正死因的说法之一 至于邓世昌的死因 至今依然是个谜团 但是不管怎样 邓世昌和他所率领的志远号 在抗击日军的战斗当中 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 将会被后世之人所铭记住 邓世昌本人的英雄壮举 也会被流传万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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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